阿智 就有老母子 還是跟這老母子 我們怎麼會從地址 地址的關卡 都會想到守護 要來保障 一定會順暗 56歲的單親爸阿智 提起三子女 滿是愧疚與不捨 阿智身有江申國三的龍鳳胎 及國一妖子 過往靠他做防水師傅為生 因忙於工作 孩子們從小就會 煮飯洗衣等家務 四年前 阿智離脂肠癌三期 無力再做 這些年未抗癌更花光積蓄 原病情一較穩定 不料去年12月 卻發現脂肠癌復發 轉移肝臟及淋巴 想到爸爸萬一 就是已經睡覺了 睡覺然後睡到一半 然後就這樣走 我們也會想一種事情 就是彼此會說 如果不要亂強 但是有法序 時間會這樣就不可能 有 殘忍跟孩子說 是 還有孩子 每個人有心有心有心 對 當然這是對他們比較殘酷 但是 畢竟 你 如果現在 先讓人了解 是 後患他們就這樣 不可能 阿智嘉零有低收及家補博住 但扣除房租後 僅剩一萬七千多 難敷四口所需 如果別人說 只有這個房租 活到人家 我希望大家 祈祝 不要說 做一個驚人 祈祝也要做一個說 不要去危害社會 畢竟 祈祢 曾經跟這組 老婆都是 寇人的戰爪 要 懂得回報 做生產 都沒關係 祈祝 愛護月 祈祢 會回報 有一個整合 就是去看這個家庭現在的 危機或需要幫忙的是什麼 中間可能 要有一個單位的人是 願意陪伴這個家庭 一起經歷這些 而且就是走過這段困難的時候 如果都沒有大人的話 其實就是 好像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你不知道他們會遇到什麼人 會遇到什麼事 那他們應該內心也是很不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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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